几个月后 真有一场新的风潮 席卷了整个家的满都 达什拉特体育馆 这个可容达两万五千人的传馆 是尼泊尔最大的体育中心 2019年 尼泊尔获得了第十三届 南亚运动会的主办权 也给了这个国家展示自己的新奇迹 南亚运动会开幕在即 正在紧张备战的米塔 跟父母短暂的聚餐后 又返回到尼泊尔国家射击队的 集训中心 而这个崭新的射击场 正是由中国援助修复的 体育基础设施之一 我的名字是苏西米达尼泊尔 我一个人的射击手机 十米射击手机 我一个人的射击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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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尼泊尔遭受到八级大地震的重创 当地多个体育场馆都损毁严重 加上日常维护的不到位 运动员们得不到稳定 且系统的训练 和米塔同名的阿努巴夫 是尼泊尔国家游泳队的一员 为了支持尼泊尔体育事业的发展 并顺利举办第13届南亚运动会 中国政府决定对尼泊尔国家射击馆 游泳馆 包括达什拉特体育馆在内的 数个大型体育场馆 进行紧急援助修复 在1998年 中国人的射击手机 在中国人的射击手机 在中国人的射击手机 在中国射击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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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可以成为国家 团队 看看几年 同樣為南亞運動會忙碌的 還有中方援艦單位派駐的 維保人員劉明 他們運動員結束訓練之後 每天晚上我們中國的技術人員 都會進行一次維護和檢修 國內各個地方先到西藏 從公路直接運到尼泊爾 2019年西藏公路總里程 已經突破10萬公里 成為連通中國內地 並輻射南亞的交通動脈 除了此次體育場館的援助修復 通過西藏基隆口岸 運至尼泊爾的大型設備 還同時為尼泊爾北部地區 兩所學校的原件項目 提供著全方位的硬件保障 不僅對場館要進行維修加固 和升級改造 中國還將提供一整套 符合國際標準的電子計分系統 完全按照國際社連 2019年最新規定 全部佈置 國內全運或什麼 也都是採用了這些投手 對 Г.D.我ver house 人們終於在一方也進行 以此為既然 最初一直在電子計分系統 而國內地的電子計分系統 為了 就像通過電子計分系統 現在要補充電子計分系統 我們現在 就是您 Zhiv Ouch 香港 它 您 不是 一个月以后的 第十三届南亚运动会 将会挤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 布丹等八个南亚国家的 2700名国家运动员 在主场迎战的压力下 运动员们在 休奇异星的训练场上 也丝毫不敢松懈 现在我们这个维护和保养 是要一直持续到 12月份南亚运动会结束 临时被调去应对突发状况的 刘明有点急躁 语言障碍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给原本简单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你帮我拿一下 我来先看一下 它这个线到底过过去 我们做个范围以外很多的事情 如果它操作上出现了问题 我们肯定也会去帮它立刻改正 但大多数时间 肯定是要让它来操作 不然的话是 以后咱中国人走了 他们还是不会 那不是等于白远一样 现在我拿了 人们齐心协力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 迎接期待的那一天 第十三届南亚运动会 如期而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他和阿努巴夫 此次都未能如愿获得竞争奖牌的机会 但也许只有历经失败后 才能明白人类体育精神的内核 既要超越自我 也要团结协作 刘明也是参与者 他身后的中国队 虽未参加比赛 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